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看到的是来自彭博的报道 彭博在周五早间报道称 美国陆军计划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一支专门的特遣部队 能执行针对中国的情报电子网络和导弹行动 彭博表示这支特遣部队可能将驻扎在菲律宾和台湾以东的岛屿上 能够以超高速音速导弹等远程精确武器打击陆上和海上目标 以便在冲突发生的情况下为美国海军舰艇开路 美国陆军部长麦卡锡在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 该部队将有助于中国和俄罗斯在当地拥有军力进行中和 而中俄在当地的军备是不为了让美国的航母舰队靠近亚洲大陆 麦卡锡在周五将出席华盛顿的一场活动 届时将说明这支部队如何在印太地区运作 而麦卡锡对彭博表示 与美国国家侦察局达成的新协议将有助于强化这一项部署新特遣部队的计划 国家侦察局负责研发以及管理美国间谍卫星 而目前还没有获得美国陆军的相关评论 下面呢再要为您继续关注到中东局势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 疑似以色列无人机与当地时间一月十日凌晨空袭了位于叙利亚东部境内临近伊拉克的地区 有一个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的据点 造成了至少八人死亡 根据美联社二零二零年一月十日报道 在美伊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 身份不明的飞机与当地时间十日 袭击了叙利亚东部临近伊拉克边境的目标 引发了巨大爆炸 黎巴嫩媒体在十日报道表示 有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的目标 以色列时报与以色列国土报在十日报道 遭到袭击的是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伊玛姆阿里语 空袭一共造成八人死亡 多人受伤 在叙利亚与伊拉克活动 由美国领导的联军否认了此次袭击 而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 这些飞机袭击的目标是叙利亚靠近伊拉克边境的布卡麦勒地区 亲伊朗民兵的据点 报道称边境地区发生了极起爆炸 而活动人士团体则表示 飞机开火击中了该地区运载武器的卡车和弹道导弹仓库 叙利亚和伊拉克没有立即对该报发表评论 而这些报道也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 下面呢再要为您介绍的是有关于空难事件的最新消息 根据路透社报道 有一位伊朗官员在周五表示 可能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对乌克兰客机坠毁的调查 当时机上一百七十六人全部遇难 这位官员还表示 可能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下载从坠机现场获得的黑匣子数据 而伊朗国家电视台早先公布了失事飞机黑匣子的视频 这位官员表示伊朗希望下载黑匣子数据 但是如果需要可能将其送至俄罗斯加拿大法国或乌克兰 因为德黑兰与这些国家有协议 下面为您关注到的是美朝关系方面的消息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韩国清瓦台国家安保室市长邓义荣在周五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生日祝福 郑义荣本周在华盛顿与川普进行了会面 他对记者表示川普拖沓向朝鲜带话 他在周四也传达了信息 而郑义荣在抵达仁川机场时表示 我们会面那天正好是金正恩的生日 川普总统记得这点 于是他让我传达祝福信息 金正恩的生日据信是一月八日 不过朝鲜从未证实过这一点 美国政府记录的金正恩的出生年份是一九八四年 据此他今年正好是三十六岁 郑义荣没有说川普让他传达的是否是书面信息 也没有说是否包含生日祝福以外的内容 下面呢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贸易协议相关内容 中美即将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而有消息表示目前两国已经敲定 一系列已经着手运作很长时间的企业交易 根据美国彭博社一月十日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一起 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公司高管也将参加白宫会议 于一月十五日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以及企业交易计划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 还有商务部部长中山也将参加 知情人士表示虽然有关第一阶段文件的具体细节还没有披露 但是企业高管将在仪式上表示支持 更清楚的是各方努力表明谈判正在取得成果 尤其在中国一些长期项目终于开始获得进展的情况下 中国央行于一月八日宣布 已经受理美国经营信用卡业务的美国公司运通的银行卡清算机构 在中国开业的申请 据悉中国央行二零一八年就批准了美国运通银行卡的清算机构筹备申请 从而使它成为第一家可以进入中国的银行信用卡市场的美国信用卡网络 报道表示随着贸易战愈演愈烈 中国一直开放金融业吸引全球各大银行前来竞争 此外中国自然资源部在一月九日还宣布 中国将全面开放油气勘察开采市场 允许民企外资企业等社会各界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 这一消息提振了为中国勘探和生产服务的一系列股价 而对于两国经贸关系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 互赢共利一直是我们经贸合作的标志 而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 于一月九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刘鹤将于十三日至十五日率团前往华盛顿 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我们华尔街网报节目也会继续为您关注 有关于协议签署的更多情况 说到贸易战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高尚文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年度经济会议 预测二零二零年经济会议上做主题发言 认为贸易战也引起了中国高层政策圈的一些反思 反思过去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高尚文对中国经济目前的走势到底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下面请看一段华尔街电视采访高尚文的相关视频 对您刚刚就也谈到了贸易战的一些情况 大家同时就说至少从中国方面谈贸易战 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没有大家想看 主要是去年的说 可能是一些去道歉的一些后续的一个作为 那么就是说现在那十五号有可能就签这个协议 接下来对整个第一个是中美贸易这个 贸易战的走势还是贸易的走势 贸易第二人谈判之后这个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一个 格局的一个发展是贸易战还是贸易贸易战 可能贸易战吧可能两边都有 实际上那个 你从数据上来看 中国对美出口在贸易战爆发以后下降还是很大 但是呢 中国对美国以外其他地区的出口 相对来讲上升了比较大的 吸收了对美下降的影响 因为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出口份额 实际上去年还在上升 一方面的话呢当然是因为中国厂商贸易战 多少也有一些预先的准备 本身呢 去寻找一些替代性的市场 另外一点的话呢 面对贸易战的变化呢 人对汇聚弹性比较大 汇聚相对比较文化的调整 有助于吸收和缓出贸易战的影响 但是我同时也怀疑 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呢 去年中国自身的国内需求有比较大的走弱 在国内需求走弱的条件下 它本身客观上可以获得一些产品 去更多的寻找出口市场 所以呢也许 我们来先去观察出口市场后来的变化 容易低估贸易战的经济的一些影响 但是呢也许可以说 在出口数据上 其实表现不是很明显 但是在另外一个数据上 跟出口相关的投资 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跟出口相关的投资的下降 也许有6个百分点 这个应该说还是比较明显 另外从微观上来看 确实加快了 中国一些相对中低端的生产 我们的像周边地区的迁移 这个迁移过去很长时间了 一亿比在进行 但是贸易战以后 做了一个数据 变化地区也在加速 这就是然后而且它在金融市场上 产生了很多的焦虑 对市场的估值啊 等于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但是另外一点的话 两个重新的客观上 加大和加快了中国 快大改革开放的竞争 所以未必两年金融市场 开放的收入前所没有很快 包括在实体经济端的话呢 开放的力度 也在加拿大 特别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特斯拉 在中国市场现在不是 对 这两个比较长得也很好 对包括那个赋美清单 一直在大力的缩减 所以呢在这些层面上 它在一部分 投资者那里呢 它燃起了下一轮加快 改革过来盖上的信息 而且呢 今年嘛又在去年的今年 一直在推出一些支持 民营企业的政策措施 试图去平衡 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的竞争 所以政府都在这个期间下 它不是面对 面对一些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还有一些 自己不现在正有 对 那你对第二轮这个谈判的展望 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第一个是最容易的部分 对 第二轮所谓的结构像事项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对 但是肯定是涉及到 比如说厂业政策 财政补贴 甚至是 各众企业等等 美方没有公布这个清单 但是是猜测了 这个一定是中美之间的一些交流 对 这些问题 稍微要找到一些共同的基础 我认为共同的基础是存在的 但是呢 相互之间都要有一定的妥协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刚才您提到就是 而实际上关于贸易战 也在中国引起了一些 对于过去政策的反思 我比较想知道 就是这些反思 具体是关于什么方面的 这些反思的结论又是什么 就是我认为的话呢 最重要的就是 最重要的结论的话呢 就是 两个问题吧 一个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一个问题是国有企业 和其他所有的企业之间的关系 那就是通过这些反思之后 您觉得中国的改革的动力 是更强了 还是通过这种反思之后 比如说最新台出台了 支持民营企业28条 是吧 去年出台了36条 这个都是试图在去回应这些人 包括这个所谓的结构性的去办法 实际上是适合解决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这些你可以说 它解决的还不彻底 还需要进一步的措施 这个有可能 但是呢 作为这些反思的一部分 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政策 它已经在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当然还需要 也许还需要更多的政策